光布香在今年4月3号首办的全乡联合的儿童节 当天却碰上花莲墙镇 包括如果儿童剧团在内的活动是全部的仓促结束 而为了不让孩子失望 乡公所是与花莲县文化局决定顺延到今天登场了 如果儿童剧团是以爱party的诈盟的巨码 让台下超过300多位的学童炸裂风靡 为今年联合儿童节画下句点 为了不让小蜜蜂叮咬耳朵藏起来的大蜘蛛 还是被台下小朋友给揪了出来 台上台下演成一团互动热络 即便是延迟了近5个月的儿童节礼物 如果儿童剧团今天再度来到光复高职体育馆演出 台下超过300多位的学童 跟着爱party的诈盟巨码快乐炸裂 害怕?不会 不会?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很好玩 我也喜欢他们 你觉得最喜欢的是哪一个part? 蜜蜂 蜘蛛 为什么? 习惯是哪一个角色? 蜘蛛大锅 因为我觉得他跟蜜蜂合作的挺不错的 小蜜蜂 因为他很可爱 光复乡公所选在4月3号儿童节前夕 首度办理全乡联合儿童节 不料当天活动一开始就碰上了花莲大地震来搅局 为了顾及现场孩童们的安全 乡公所是立即停止所有活动 今年度本来说第一次来办光复乡的前五个国小 三个幼稚园联合的儿童 庆祝儿童节 时间定在今年04、03 结果那天我们准备都好了 8点多发生地震 然后就延后延到今天 虽然首创的联合儿童节活动出事不利 就连当天压轴 如果儿童剧团的演出也被迫停止 不过乡长领清水不放弃 最后在花莲县文化局的协助支持下 同意圣言到今天再度坟墨登场 乡内无所小学 三个幼儿园的孩童也都通通到场欣赏 希望说我们儿童在虚记里面 可以写到一些我们的生活轮椅 一些生活的规范 让儿童有点进展 我们希望有机会再继续来办理 像类似这样大型的 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如果儿童剧团的互动演出 让台下超过300多位的学童开心炸裂 随着爱Party的炸萌巨马落幕 光复乡内所有的孩童们 也终于完整收下了 今年的儿童节礼物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